所以來看就是今年這個 大學知科的成績 今天已經走出路 說今年只要割十分 就能來參加這個定期跟分發 不過比較特別的主委 就是說 普通來說 今年說因為這個物理跟公民跟社會 割了很難 所以這個科學生的成績 普遍都說沒什麼理想 大學知科今天去成績 今年各文作文題目是驗變 不過沒有人拿萬分 等到有五百七十一的人 拿阿倫比九年人數更多 特地主委是這次公民 到達到物理的頂標分數 都頂了五十幾分 不到入價的程度 科學生割了不理想 大學重心成績 地步確實有比較困難 我們也覺得非常難過 就是說變成了 這個去年比較容易 今年變成又偏難 兩題是最低分 都是關聯問題 而不是計算問題 那對分數有問題 科學生能夠在七月二十二 到二十六個申請複雜 不過不管割了好不好 也是要好好貶技館 今年總共有六十五間學校 一千六百控 一個科學可以選擇 今年只要塑膠 物理 化學三個加起來 十分就可以申請定規分 其實它是一個基本的門檻而已 正規標準是為了避免低分入情 另外因為各種QQ 科學生能夠在買二九月來試試 教育部也幾月要把塑膠 研面跟基礎物理頂頂科目 分成AB兩種版本 有困難跟簡單的差別 二三年後後的 大學立法科企 也用不同的版本來科 最快會在八月底 要來講到 記者林前美区福宅 台北部署